爱的选择您来了 哎呀我们女嘉宾啊好惆怅啊 就感觉上来开始也是这个状态 这短片里边咱也感觉到多多少少的 生活当中可能需要有一个人调剂你 对我就需要一个 需要点乐呵 是不是 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 笑好看吧 就看到我们女嘉宾笑喝的 那你觉得你笑起来多好看 你给打个分吧 100分满分打多少分 还打95吧 95分 来我们女嘉宾男嘉宾打个分 98分 98分 你觉得这95分是很高分低分 高分 90多分 几个 几个 多多少少 那么一点不乐意反正啊 那那样吧 二位先就坐吧 闹着再说啊 也许这分数就有变化呢 好吧 来二位请就坐 好 我今年毛孙六十二岁 我觉得还快过七十二岁是吗 嗯 你有算吧 有 我那个什么 我退休金三千多块 那不少 嗯 有住房 有 怎样的有住房 那一个孩子在美国呢 嗯 你是个儿啊 嗯 嗯 我是两个孩子 一个儿一个姑娘 嗯 姑娘在沈阳 嗯 儿在八一圈 我平常吧 你喜欢散步了 嗯 反正唱歌不好听 就是爱唱 嗯 你说我俩常相依 为何你把我抛弃 为何你把我抛弃 你可知道我的心里 心里早知有了你 嗯 哎呀 谢谢 哇 还唱歌呢 唱得好 啊 既然我们男嘉宾 就对女嘉宾整体 现在目前的状况 还挺满意啊 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情感生活 我们通过别人介绍印象的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俩非常默契 感情非常不错 刚开始的时候 条件不是很好 当时我想为家 多做贡献 多挣点钱 当时我在企业工作 特意向厂的申请保洁工作 起早保洁完事儿就没事儿了 余下的时间去卖雪糕 卖馒头 补贴家用 当时她心疼我 多次劝我不要这么累 慢慢来太辛苦了 可是好景不长 在我怀孕期间 她玩起了麻将 开始的时候 有时有闪地玩 但后来眼头越来越大 每天玩都很晚 我累了一天 回家连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 感情越来越断了 就提出了离婚 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单身 因为之前儿子一直没成家 而现在儿子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同时特别支持我寻找另一半 所以我也鼓起勇气 来到二代选择 男嘉宾 你能陪我走到最后吗 其实不管是婚姻也好 还是爱情也好 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美好 但是过着过着吧 就会发现 好像好多事情 跟自己当初了解的不一样 那我们男嘉宾也好 女嘉宾也好 我们俩才知道 我好意思 她说海参都吃多少年了 一上节目这玩意就喊海参阿姨 海参姐姐 对不对 每天生活饱 有一个菜就行 这玩意就看感觉 感觉对了什么都无所谓 她有时间她就做 她没时间我就做 对 其实做饭都不算那么好吧 我也能很慢 她菜都能量口吃都能做 看起来说话 她也是一个非常臣服的婚姻 你家务活这俩人 你共同干的 共同分配 共同成本 谁有时间 谁愿意干 谁就干 那有什么绝对 那有多少家务活啊 是吧 我就希望有一个身边吧 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 把她能真心真意 过日的眼睛 不能今天过日 明天就打闹的 那就没啥 不说正卦的 那是很难 被说真大师 年轻时都做得本本分分的 老的更不能的 她可奢侈了 她那七块多钱买的 好几千块钱呢买的 她说啥你都信呢 因为之前我们阿姨 来了几次相亲啊 可是现在我不是很清晰 您到底想要找个什么样的 所以我就问我们男嘉宾 有一个吧 有工资 有劳保 有医保的 纳税的 这女的要求蛮好了 你像我这样 我要没有医保 你得这个得拿多钱呢 对不对 前年对工资的要求是五千以上 去年呢是四千以上 今年呢不知道我姨海参姨 有没有再降一点 三千 三千就是一年降一千 我从来没有病 我也不吃药 人家一片药都没有 我就通过我这次 我那有病的 那个单身朋友 那个 哎呀 特别 你在医院救自己啊 那就特别 都孤独 交价 有三千块钱 保证能吃饭 我也不需要这个大股大股一点 哎能吃饭 就行 我们阿姨算是苦经甘来 其实呢年轻的时候吃过老多苦 跟上一位阿姨有一些相似之处 就是也要摆过摊 然后小商小饭也都做过 就为了养这个孩子 其实也经历苦很多苦 如今才算是苦经甘来 才有这么一小小的一段时间 挺不容易 文文说的对 志浩女嘉宾 你好 我觉得哈 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 四号你嘉宾 我是二号 我也想劝你一句 谢谢 他是个暖男 又有文化素养 心地很善良 很适合你 你考虑考虑